老年高血压这是广大高血压患者所关注的最集中的一个话题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把老年高血压中的大家关注的话题都给大家说一说 事无巨细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听完这期视频 首先说第一个话题老年人血压多高算是高血压 一般来说65岁以后的这个人群 如果血压超过高压大于等于140低压大于等于90 其中一项符合标准就可以诊断就可以初步考虑高血压 当然最好是非同日三次以上的血压标准都超标 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可以诊断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血压高到多少应该降压 在这方面我愿意把老年人分为三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就是65岁到75岁的这辈老年人 这辈老年人他们刚刚步入老龄化这个阶段 应该说血压如果超过14090改善生活方式无效 就可以考虑在专业医生治疗下进行这种降压治疗 包括非药物性降压治疗 比如说改善生活方式和使用降压药 当然血压最好降到14090以下 如果能耐受最好可以更低一点 第二个人群就是75岁以上的这辈老年人 我们称之为老老年或者说有的时候大家说 80后90后80岁以上9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 我们降压的这个开始的这个目标 可以放宽至15090 也就是15090以上可以开始考虑 给予降压药的治疗 而血压最好控制在14090以下 能耐受可以更低一点 而对于第三个群体呢 就是身体比较虚弱衰弱的这种老老年 我们可以把这个他的血压呀 到160100以上再考虑开始降血压 而降压的目标值呀 也可以放宽至15090这个范围 其实说白了 就是老年人降压过程 要注意根据他的自身情况和年龄情况 来确定什么时候启动降压 这个治疗 血压应该控制到多少 大家注意尽量避免血压过快过猛的降低 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血压高到多少应该降 应该降到多少 而说完这个问题 大家肯定就会说 张大夫应该如何选择降压药 实质上来说 所有的老年高血压患者在降压药之前 都要注意改善生活方式 比如说口中的 咱们尽量饮食清淡着点 平时有个体育锻炼习惯 控制好体重 不熬夜 心理平衡等等等等 除此之外 降压药是老年高血压患者 躲不开的一个话题 其实六大类降压药 广大的老年高血压患者 都可以选用 但是具体到每个人 还要看每个人具体情况 我下面给大家说五种情况 比如说这个老年高血压患者 合并了糖尿病 我们一般只要没有禁忌症 首选沙坦类 或者普利类的降压药 因为它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 减少这种糖尿病的把器官损伤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说这个老年高血压患者 合并惯心病 如果说得过心梗 我们一般的 没有禁忌症 要考虑 β受体组织剂 美脱罗尔 比索罗尔 这一类的药物 普利类药物 沙坦类药物 包括罗内脂 包括甚至沙库八曲 斜沙坦 这些改善心衰的药物 实质上有的时候 对于某些这种 得过心梗的老年 冠心病 高血压患者 也都是可以考虑的 而对于那些 只是冠心病 有心脚痛的老年 高血压患者呢 可以考虑 这个敌瓶类的降压药 第三类呢 就是老年高血压患者 合并心衰的 当然我们刚才 跟这个心梗的 也交叉的介绍了一些 就是比如说 北塔受体组织剂 普利类降压药 沙坦类降压药 包括沙库八曲 斜沙坦 包括罗内脂 这些药物 都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在降压的同时 要注意控制 它心衰病情的进展 第四类患者呢 就是老年高血压患者 合并肾脏损伤 一般来说 只要没有禁忌症 沙坦类的降压药 普利类降压药 都可以优先考虑 但是大家注意 如果说这个老年 高血压患者 这个肾功能损伤 已经到了慢性肾脏损伤 四期 就是EGF2低于30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考虑 普利类降压药 沙坦类降压药了 基本是不用了 主要用什么呀 敌瓶类降压药 包括送尿 包括阿罗洛尔 这些药物 而最后一类 老年高血压患者 如果合并有前列腺增生 我们就可以考虑 小剂量逐渐的 在他睡前 家用这个阿罗洛射体组织剂 因为既能降血压 又能改正前列腺的 这个增生的症状 但是注意使用 这类药物 要避免和预防 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 这就是老年高血压患者 如何选择降压药 说完这些 石镇章大夫特别想 在最后提醒大家 广大的老年高血压患者 在降压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要注意 我们降压一开始 先小剂量开始用药 长药的过程 也要逐渐慢慢长 别太快 其实说白了 根本就是预防血压 过低过快的降低 以免带来一些脏气灌注 不足的这种损伤 比如说 如果说 这个老年人的 这个高压低于130 尤其是低压低于60 这个时候容易发生灌注不足 尤其是当低压低于60的时候 这个心脏容易影响它的灌注 而发生心肌缺血 所以说 我们在降压的同时 这个血压 对于一些老年人 老老年人 还不能降太低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对于一些有可能存在 体位性低血压的老年患者 包括使用的某些药物 可更加可能带来体位性低血压 比如说 阿拉松体组织剂 特拉作琴这类药 我们要特别注意 监测它的立位血压 同时也要注意 比如说让它多饮水 比如说让它起身要慢一些 这样慢慢的适应了 让它注意预防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 因为体位性低血压一旦发生 如果产生二次伤害 有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 后果也还是挺严重的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老年性高血压患者 往往它这个血压升高降低 和季节相关性大 所以说 当季节变化的时候 提这个外面的这个温度 剧烈升高或者降低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监测血压 必要的时候 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 进行药物的调整 希望张大夫今天对于老年高血压 这方面的介绍 其实介绍的还是比较细 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如何诊断高血压 多高开始降血压 降到多少 降压要如何选择 期间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都给大家做了介绍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不错 可以转发给身边 有类似问题的亲朋好友 也可以点关注点收藏 希望张大夫这个视频 切切实实的 让广大的老年高血压患者受益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勇大夫